弟兄姐妹平安 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我上次讲什么 我们讲到有神所识的 有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跟教师 为了成全圣徒 各尽其职建立基督身体 以佛所书四章十一到十二节 那今天我特别要讲一件事成全圣徒 那成全圣徒是什么意思 成全圣徒中文的翻译不是最精确了 英文圣经翻译的好一点 他说是equipping装备 其实是装备圣徒 那这个词本身的希腊文的意思 很值得推敲 因为这个词就是在马太福音的第四章 当耶稣去呼召门徒 第一批门徒的时候 他呼召完彼得就碰到了 那个雅各跟约翰 对不对 但是他们当时是在 刚刚打完鱼 到了那个岸边来骰鱼王 在捕王 所以装备这个词 它的词根很有意思的是 它就是鱼王破了要补王的意思 所以成全圣徒实际上是补王 什么意思 就是说实际上当每一个人 被上帝呼召来服侍他的时候 当每一个基督徒你成为圣徒 虽然你在地位上已经成圣 但是你要来到主的面前来服侍的时候 你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要补王 什么意思 乃是补你生命中的破王 当我们每一个人来服侍神的人 来到主的面前 来到他的教会的时候 我们生命中都是带了那个破损的余王而来的 而这个破损的余王 如果我不去支 不去补 我在服侍当中 我会带来很多的破碎 我带来很多的伤害 我带来很多的问题 这就是先知弥迦他所说的 在弥迦书的四章六节 耶和华说 到那日我必遭拒瘸腿的人 遭拒被赶出的和我所惩治的 他说遭拒瘸腿的人 很有意思啊 乃是说什么 我们每一个人被耶稣基督所呼召出来的时候 我们都是瘸腿的 我们属灵的生命就是一个破损的网 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就是瘸了的腿 而这个瘸腿需要被医好 这个医好的过程就是成全 这个医好的过程就是装备 这个医好的过程在希腊文里面的意思 就是什么 就是破损的网要补起来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愿意更多的基督徒 来到主的面前来服侍他 我们也愿意教会里面每一个圣徒都去服侍主 但是不要忘了 你需要被成全 你需要被装备 你需要被训练 而这个过程有的时候 是非常艰难跟痛苦的 所以愿耶稣基督感动我们 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深深感觉到 我是一个瘸腿的人 我是一个生命中带着破损的余网的人 如果你真的这么看 你就会看到你的真我 你的本我 这样的话 亲爱的弟兄姐妹 耶稣就可以使用你了 耶稣就可以使用你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